你覺得今天如果這犯罪被害人是大法官自己的家人 你覺得他會這樣弄嗎 他不會啊 因為犯罪被害人根本就不是他家人 他沒差沒感覺 他無所謂你知道嗎 他只是外來執行民黨直接去執行才這樣做而已 請教一下最近這個大法官宣布死刑部分合憲 他也遭到很多保守派的反應 會不會覺得這件事情對選情是有幫助的 我不會覺得跟選情有什麼直接關係 但我覺得如果大法官透過憲法法人致意廢死的話 那是會傷害了全國人民的情感 而且也違反了我們立法跟我們司法 大家全力分立的一個基本原則 我認為這樣是不恰當的 上禮拜五大法官針對死刑廢死與否合憲與否的問題 而讓全國國人持續引發討論 這代表說大家確實對於這樣的一個解釋很難以接受 尤其是所謂的精神疾病 其實過去到現在我們也一直強調 精神疾病當然應該排除在外 但是能夠認定精神疾病 以及是不是有一些最大最大惡行者 他故意利用精神疾病來當作是逃脫的脫罪的一個保護傘 這一點持續的令大家所質疑 也因此專業的認定一定是要非常合乎標準 而相關的配套措施如果大法官這樣子說明 但是卻又沒有考慮到現實的一個層面 以及相關配套措施沒有做好的話 難免也會讓外界有所疑慮 而大法官現在是不是過半數就可以來做一個判決 或者是應該要有更高門檻 我想這也是可以討論的重點 尤其是大法官現在說死刑必須要所有法官都一致判定 這所謂形成一票否決制 而大法官的一個判定卻不需要 只需過半數就可以有達成某一種個共識 其實這樣的一個標準也是標準不一 也因此在這樣標準不一的情況下 是不是我們應該要更嚴謹的態度 我想我們國民黨團已經由委員來提出修法的一個方向 我們也希望能夠具體落實在 司法法治委員會裡面的專業討論 民進黨團也不需要用這種杯葛的態度來去看待 這樣子一個修法提案 最重要的還是要回歸理性層面 專業的討論讓所有司法的議題都可以公平公開公正的討論之下 能夠尋求一個平衡點 大法官做出示現雖然說死刑是核限的 但是呢又加了好多的官官卡卡 例如在未來判死刑必須要所有合議庭的法官通通都要同意執行死刑 這樣的做法會使得一個重大的刑案 3加3加5根本要11個法官通通都要死刑 才能夠判死刑 這樣的八大官五大卡的這樣的方式 這是不是代表未來你要判死刑真的是難上加難 而大法官這樣的做法也不過不想背負說廢死的一個惡名 但是又讓所有的未來司法院去判死刑更為困難 變成一個所謂的實質死刑的一個說法 這樣的做法事實上還是對於所有受害家屬來講 沒有正義沒有公平 而且根本是在惡商我們司法作為是社會正義最後一道防線的功能 大法官解釋那個死刑的那個視線 那台灣恐怕形同廢死 這個已經就是實質的廢除死刑了 那我們的大法官很厲害啊 他還會創設法律 然後把法官的自由行政審判也剝奪了 將來啊 你不管殺死3個人6個人9個人90個人 你要判他死刑 就是要一審三個法官 二審三個法官 三審五個法官 所有法官只要一個人不同意判處死刑 就永遠不會有死刑 而且現在這37個已經死刑定驗的這個死刑 死刑犯 現在按照大法官的這個解釋的標準 他們37個幾乎沒有一個人應該判死刑 所以如果把這37個人再重新提起再審 重審 那恐怕一個都不會死 而且如果再審的話 依照我們投訴審判法 他積壓最多不能超過五年 那這些人都已經超過五年了 那恐怕就要立即釋放 那要放到哪裡 我建議就放到司法院 讓他們第一個先去向這些大法官道謝吧 那另外一個就是民進黨 不敢被刑 那所以大法官這次在事先上面所講的事情 就是在玩文字遊戲 這個就充分展現了民進黨的意志 民進黨一向就是這樣 不敢面對真正的民意 民意就是一自覺的反對台灣廢除死刑 新加坡也沒有廢死 美國也沒有廢死 日本韓國的死刑都沒有違憲 為什麼我們的台灣的死刑 他表面講你是核限 但基本上解釋出來的指引就是違憲 就是台灣已經死子的廢死了 所以我認為這個是強烈的違背的民意 我希望賴總統應該要站出來講一些話 如果大法官還是這樣一意孤行 創造性的法律 你自己來解釋法律 也自己來解釋這個法律的應用跟行使 以及剝奪了法官的判決 那你就是立法院的太上皇 那就乾脆也順便請大法官解釋一下憲法 你倒不如也把立法院也廢除了 另外再請教一下就是說 民進黨現在不敢被死嗎 那是不是賴清德是怕衝擊到南部的選行 其實這次賴總統已經下了很大力量去扭轉了 那如果真的解釋是死刑違憲了 我怕賴總統的民調最少要掉10%以上 所以這是他們不敢嘗試的 所以第一時間 他所謂的子弟兵 林委員就跳出來講說 哎呀這是符合民意啊 這個就是玩文字遊戲 然後做一個沒有違憲的解釋 但實質是台灣已經廢除死刑了 委員就是昨天大法官釋線那個死刑的部分嗎 你怎麼放 大法官昨天的釋線 他的結果是有條件核線 那我覺得現在有幾個接下來觀察的重點 因為外界都在關心 雖然所謂的核線 但是這個有條件是不是變成是實質的face 所以這實質face我覺得有幾個觀察的重點 第一個就是 我們立法委員會在立法院 我會提出來 就是希望法務部能夠做一個專案的報告 針對現在有37位的死刑犯 有哪些符合在這次大法官會議解釋之後 可以提出非常上訴的 那法務部要針對這些來說明 因為這是法務部的權責 也不用再推給別的地方了 所以是不是實質face 就要看後續 既然大法官說核線 那法務部就沒有理由 再去拖延死刑的執行 那不要再為所謂的賴清德 或民進黨的政治意識形態服務 那核線基本上那就依法執行死刑 那第二當然這次大法官的所謂有條件 裡面包括所謂的很嚴重的情節 那才可以判處死刑 還有包括可教化情況之下 然後對死刑的使用 那有一些保留 那這些可能都會涉及比較不明確 比較抽象的一個法律概念 那我們覺得有必要 法務部或者是我們的司法院 要把這樣的一個所謂的法律概念 要更明確化 這個要件要更清楚 那否則如果無限上綱這些抽象的概念的話 那也可能最後變成是一個實質廢死的結果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層次 大法官說有條件核線 某種程度就跟我們八成的名語 反對廢除死刑是有關的 所以他至少在市面上 法律的用語上 在憲法的解釋的檯面上 他還是必須做出核線的解釋 但是這樣還是不夠的 那我們要觀察的是 這個文字上跟所謂檯面上的核線解釋 它是不是最後創造的是一個實質廢死的結果 這才是我覺得廣大民眾關心的事情 這是一個實質廢死的結果 這個文字的結果 到底是一個實質廢死的結果 一個實質廢死的結果 這 dal下的最有有的